李宗盛 郭文貴 郭文貴 親愛的花蓮鄉親 各位媒體女士先生們 大家午安 大家好 今天花蓮防疫記者會 有幾件重要的 我們相關的防疫的資訊 以及我們相關的警戒的措施 還有疫苗陸續要如何預約 以及現在在意願的登記跟預約的部分 還有施打部分 有一些重要的訊息 要來跟我們鄉親朋友來做說明 讓我們鄉親朋友能夠了解 中央疫情折衷中心CDC 他在最新的防疫的措施 有所更改 有所改變 我們地方政府必須配合 來跟著做調整 我想這是今天我們防疫記者會 舉辦的意義 首先來跟我們鄉親朋友說明 我們花蓮縣目前 在累積的病例 依然是68例 今天全國新增12個病例 那麼居家隔離人數有一位 那麼這一位是從美國 然後回來 一回國直接住進防疫旅館 那麼防疫旅館 那麼要期滿的前一天接受PCR 那他的CT值有將近到四十三十九點幾 PCR呈現陽性 因此目前仍然在防疫旅館 繼續接受隔離 就是這個居家隔離人數 有一位他的原因 那我們非常高興的要告訴我們的鄉親朋友 花蓮縣累積68例的確診的病例當中 昨天最後一位確診接受治療的 我們老先生 終於能夠健康的出院了 非常非常不容易 很多鄉親從媒體都已經有看到訊息 這位確診者 年紀 他是有相當年紀 最主要是 他在確診一道雌劑 去做後續的治療時候 他的病況 曾經嚴重到租家戶病房 甚至到最後不得不棄切 在這樣一個嚴重棄切的情形之下 昨天能夠痊癒的出院 所以昨天慈濟的院方 包括院長 也提早幫他過父親節 我們看到電子畫面 這位健康能夠出院的這位先生 眼眶泛淚 感謝慈濟醫院 藝術高超 能夠讓他再次走出醫院 跟家人團聚 從失去到擁有 他知道健康的可貴 所以當我們看到這個媒體訊息 我們要呼籲所有的鄉親朋友們 為了避免自己被感染確診 最有效的方式就是我們口罩 跟相關防疫作為社交距離等等 包括消毒都是必須要做的 這個我們來跟鄉親朋友做分享 另外 我們在花蓮 本身的目前疫苗接種的覆蓋率 到36.2 花蓮縣到8月5號 我們接種AZ疫苗的67,852人 接種莫德納的49,110人 我們32萬3101個鄉親當中 我們目前第一劑完成接種的人數 已經多達11萬6962名鄉親 覆蓋率是36.2% 全國的施打覆蓋率是34.8% 所以花蓮縣我們非常感謝各位鄉親 我們今天要來跟鄉親朋友來做說明 現在 第六輪1922 第六輪開放醫院登記 是 醫院登記 是 昨天下午2點 開放醫院登記 根據CDC中央疫情結合中心的公布 未來 暫時不會再有中央專案 專類的疫苗 播放給各地方政府 未來各地方政府 疫苗的來源 完全必須依賴也依照 各地方各縣市 鄉親自己在1922的 意願登記人數 請各位鄉親特別注意這一點 如果花蓮縣的鄉親 在第六輪 意願登記 比例 只有200人 那麼中央的疫苗播下來就是這個數字 不會再有什麼照冊 依照名冊給予特別的疫苗專案來播發下來 這就根據CDC 他的記者會特別強調說明 因此我們要跟所有花蓮鄉親請注意到 從昨天下午2點開始 我們鄉親一定要做意願登記 現在第六年到哪一個程度呢 第一就是第96的屬於高風險疾病 或是罕見疾病及重大傷病患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民國92年 民國92年以前出生的 民國92年出生的 那麼在這邊我們就特別要跟花蓮縣的林長 村裡林長的林長 各位林長女士各位林長先生們 花蓮縣政府有將我們林長名冊報送中央 到目前為止中央並沒有核定名冊下來 也就是我們照冊上去 可是中央目前沒有把林長做核定施打的名冊 在這個時候我們就希望民國92年以前出生的林長 趕快直接到1922去預約做意願的登記 就是第六文你來排這個 會比等到中央要核定時間會快 而且比較直接 請各位林長特別記住 請參加第六文的1922 你如果是民國92年以前出生的林長 預約這個第六文速度會比較快接種到 這個我特別要來跟我們鄉親朋友來做說明 你進入要來跟鄉親親手機inho 有有用什麼 我們是有大的院全 JAMES的 包括消除疫情 give contact 我們公兵疫苗醫院走上 及預約接種它有分兩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叫做意願 也就是你先上去去登記說我想打了 把意願登記完成之後 接著中央CDC在適當時機 他們按照疫苗供給的來源 確保有疫苗之後 他們會發簡訊到你的手機上面 通知你你可以來預約 所以第二階段叫做預約 先表達我想接種 後續再告訴你可以來接種 那麼接著你來做預約 預約什麼預約時間預約地點 我想在哪裡被接種 這些在花蓮可以接種地點時間 等一下衛生局處局長 會跟鄉親來做說明 那麼剛剛所謂第九類的重大傷病 或者罕見疾病 你來自民國九十二年四以前出生的 你就開始做第六輪的意願登記 那麼後續你就可以再做預約 自己的疫苗 特別記住 自己的疫苗自己預約 自己表達意願 這個是我想在這邊來跟各位 接著針對目前我們的二級警戒的部分 來跟各位做說明 花蓮有幾個措施 要跟鄉親來做說明 第一 花蓮縣的水域管制 從昨天我們公告開始 增加開放獨木舟 力士滑獎水域油氣活動 那麼在措施方面 第一必須全程佩戴口罩 並且保持社交安全距離 我們業者帶著觀光客 或是我們有意從事水上活動的顧客 採預約制十連制 獨木舟力士滑獎 現單人單收一個教練 帶領五個人 人次降載為百分之五十 我們業者自己每週要接受快篩 特別針對我們非常熱門的一個 水上水域活動的油氣區 就是從北板下地區獨木舟活動 我們很多外縣市的觀光客 都喜歡到從北板下地區 從事水域油氣活動 那我們怎麼開放有一個標準 這就是經過昨天 終於相公所 業者 部落 還有地主 經過多方協商 終於基於防疫的安全 也基於業者生技 生活的發展 大家取得共識 就討論出來 也就是一個業者 他們有一個協會 提送防疫計劃 經相公所報審負審核通過之後 可以開始代理我們遊客 從事水域油氣活動 人數在一個時段兩小時 融入的人數是以五百人為限 據了解過去這個地區 在天氣好 非常熱門時段 都可以高達一千人以上 所以現在人數是降載 百分之五十以五百人為限 這就是第一個水域開放的一個措施 另外還有一個就是游泳 游泳池 花園縣游泳團隊的培訓 我們也自即日起到八月九號 實施我們開放 也就是花園縣的運動選手 尤其是明年 我們要參加全中運的 這個選拔隊 或是一些學校校隊等等 這些集訓的活動 自即日起 那到八月九號 可以開始來去參與培訓 那一般民眾 就是剛剛CDC有特別宣布 一般民眾要按照CDC規定 我們在八月十號 那麼有另外的開放的措施 我們會另外在公告方式 來把中央CDC的相關游泳池的開放規定 實施辦法跟各鄉村來做說明 那花園縣的游泳團隊培訓的開放 各團隊在活動前提交防疫計劃跟檢核表 經過花園縣政府的教育處體健科核對以後 就可以開始辦理 其相關規定 那麼可以請參考 花園縣游泳選手培訓因應 我們防疫的管理規定 還有其他衛生主管機關指示的配合思想來辦理 包括社交距離 包括除以用職起來 還要保持全程戴口罩等等這些 都是我們未來要 那麼在今天我們CDC 剛剛完美中記得要特別宣布 全國二級警戒維持從八月十號到八月二十三 維持二級警戒 以上是我們屬於防疫相關的資訊 以及規定來跟鄉親朋友來做報告 做說明也讓媒體好朋友們 能夠了解 現在先 接著請衛生局的朱局長 把花園縣鄉親非常關心的 接種疫苗的相關的資訊很寶貴 來跟鄉親來做說明 現在請朱局長做說明 好秘書長還有我們親愛的華園的鄉親 還有我們的媒體先生女士們 大家午安 那 我想我們現在到今天為止 是正在接種第四輪的疫苗 那這第四輪疫苗是AZ疫苗 從我們的7月30號開始到明天 到8月6號截止 那到今天8月6號截止 那到昨天為止 總共接種了九千零五十一人 那這次的預約呢 只有八千多人 八千九 所以我們整理來講 已經完成了百分之一百零一點八的這個接種 所以如果再加上今天的一千零二十八了的話 我想我們的接種能數可以破萬 所以很顯然的這一次的接種 仍然我們很多的鄉親非常的踴躍 那這一次的接種跟之前好幾年有點不太一樣 是這一次接種其實中央所撥補的疫苗 基本上是不足的 那還好我們以前華聯縣政府都是依照的 中央疫情指揮中心的規定在接種我們的疫苗 那基本上沒有所謂的插隊的問題 因此我們才會有一些之前累積之後的疫苗 可以來繼續為我們的鄉親服務 所以在全台灣有很多的縣市 他們在第四年的疫苗中 有時候會有停頓 沒有停止施打的現象 但是我們華聯縣政府其實 目前都還在正常的運作中 那也非常感謝鄉親的支持 那我們的疫苗接種的覆蓋率 每天都要增加 那除了第四人之外 我想很多鄉親在關鍵是第五輪 那我們之前這幾輪的疫苗施打 都是AZ疫苗 那第五輪的疫苗施打呢 他基本上他是打莫德納 那他施打的對象是一到三類的第二劑 以及孕婦的第二劑 那還有就是65歲以上 65歲以上 65歲以上 原住民65歲以上 65歲以上的養人家 那他如果是之前 在疫苗登記的時候 如果是登記了莫德納的 那也會在這一批施打的範疇之內 那這一批人總共 他有疫苗登記之後 那中央核定的可以預約的人數 是6120人 那到今天中午為止 總共預約了4711人 所以當然還有將近一千多人 還沒有預約 所以我們在這邊最終的呼籲 如果你已經收到中央通知的簡訊 那請你趕快上網去預約 那這樣子你就從8月11號開始 就可以來接種這個疫苗 而這個疫苗最主要就是莫德納疫苗 那目前的預約狀況就是 還是以這個診所為主 有2718人 其他的分別在醫院 以及我們的衛生所 那到目前為止呢 預約時間一直到明天中午 所以大家一定要趕快 讓他這個完成 那從這裡面可以發現到 那目前我們在花齡市的部分 那很多診所都已經這個預約而滿 那只剩下少部分的診所還有位置 那當然除了我們花齡市集安箱之外 在其他地方的診所 目前還有很多的這個空間 那醫院當然也是 那在花齡市的四家醫院 目前都已經額滿 那在其他的地方的醫院 目前還有空間 那另外在衛生所的部分 也是在我們花齡市集安箱 跟附居宅衛生所 集安、社工還有副理 目前都預約而滿 但其他的衛生所的部分 目前都還有空間 所以在這邊再次的呼籲 如果您既有收到簡訊 還沒有預約的 記得在周五十二點鐘以前 我們明天八月六號 周五十二點以前 一定要完成預約 那接下來呢 那有一個非常重要的訊息 跟各位來分享 那今天中午 今天兩點鐘的 中央醫治指揮中心 已經順應我們的民意 做一些調整 就是說我們第二季的施打 到底有什麼樣的狀況 當然我們年輕人對於上網 去預約第二季 應該是比較沒有什麼困難 但是我們有些數位落差的長者 那我們怎麼樣去幫助他 協助他 那能夠順利的打到第二季 所以目前中央同意 用雙軌的制度 第一軌就是 都是告個人自己去1922去預約 第二輪的部分是這個樣子 因為中央可以了解 非常清楚明白 當然哪些人在什麼時候 必須要打第二季 尤其是長者的部分 因此呢 中央會把這個 需要施打第二季的長者 把名冊 製作出來 那製作出來之後 他會交到我們各地方政府 那因此我們各地方政府 會來做後續的一些安排 包括接種的時間跟地點 那就是我們未來會走的一個路線 所以對花蓮縣的長者 不用太擔心 當中央把這個 這個說要施打的名冊 然後進到我們的花蓮縣政府之後 我們會協助來讓各位來做施打 那因此呢 我們自己也針對了我們之前 這個施打的這個老人家的這個時間點 做了一個簡單的一個注射時間表 那其實我們從6月16號是第一波 針對於85歲以上的原住民 跟90歲以上的長者 做這個疫苗的施打 打了兩天 然後最後第二波 第三波 在6月30號之前 有三波的長者 那我們在這邊幫你計算 你第二劑的施打時間 最早的一批是從8月26號開始 就要打第二劑 那第三波的 65歲以上的原住民 跟75歲以上的長者 當然是最後要施打第二劑的時間 是9月17號 所以在8月26號到9月17號 這段時間 就會有我們的長者 需要施打第二劑的疫苗 那根據今天中央企 主義中央企的規定 他就會把這個長者的名冊 進到我們華為新政府 那麼華為新政府呢 會做一個適當的安排 那這個安排的方式呢 我們大概初步的朝向的方向是如此 因為我們還是希望 我們的符合規定打第二劑老人家 能夠確定的了解 他是否有施打的意願 因為我們知道 經過了這段時間之後 或許我們有些玩家 會有些不同的看法 那他可能持續想打AZ 或是他想要等待 是不是有混打的可能 因此呢 當我們收到中央給我們的名冊之後 我們會把這個名冊呢 做分類 然後交到我們的 十三鄉鎮 鄉鎮市公所 然後請十三鄉鎮鄉鎮市公所 裡面的村里長 或村里辦事來協助 到每一個長者家 做一個接種 疫苗接種的通知單的分發 同時請協助 幫忙了解 是否有施打的意願 那如果有施打的意願的話 那你願意打哪一種的疫苗 是你之前的AZ呢 還是有一些別的想法 那是不是要想要混打 或者說根本就不想再打疫苗了 那如果說你想打疫苗 那也希望我們來幫忙 希望我們村里長村里幹事 來協助預約的話 那你要準備一些身份證號碼 健保卡的卡號 那手機的號碼 跟疫苗種類 還有救手的區域 這些資料填寫之後 我相信我們會協助 這個我們的長者 來做預約的動作 那當我們集體幫長者做預約之後 那中央核定下來說可以施打的時候呢 我們衛生局就會來提供 我們共同的施打的場所 讓我們說兩人家也能夠一樣 集體施打 那不用奔奔奔跑 讓我們兩人家在施打過程中 比較順利 所以這就是我們在對 第二季的這個長者 的預約跟規劃 那在這邊跟所有的鄉親做報告 那我們一定會讓兩人家 很安心的很順利的打到疫苗 那再來就是說 我們最近有很多的鄉親好像問到說 我們現在經常到各個商店各個地方 就是要掃QR Code 做實聯制 那你這個實聯制後會被別人來被利用 後會被人來被調閱 所以這邊有一個網站可以讓你去了解 你的那個實聯制的過程中 這個路徑有沒有被調閱 所以你可以掃我們在最下面的那個QR Code 那個QR Code掃之後就會出現一個網址 就是1922的網址 1922的網址出現之後 你可以輸入你的電話號碼 還有那個圖形的驗證碼 之外呢 取得驗證碼之後 就可以知道你那個之前的實聯制的資訊 在你這支手機在使用過程中有沒有被調閱過 那如果說有被調閱過 你就可以去了解為什麼會被調閱 是不是有曾經有人不正常使用等等 這我想你可以做更進一步的了解 所以可以掃這個QR Code 進到這裡面 了解你的實聯制的過程有沒有被調閱 那最後呢其實 你看牧師長有講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 那我想這邊再說明一下 很多人問我說 局長我的疫苗在哪裡 各位相信你的疫苗在哪裡 你的疫苗不在衛生局 你的疫苗在中央庫房 在我們中央政府的中央庫房裡面 那我的疫苗既然在中央庫房 那我怎麼能夠把我的疫苗拿回來給我打 現在目前的途徑只有一個 1922.gov.tw 去做疫苑的登記 所以呢 在這邊真的鼓勵我們所有的鄉親 不管是第一季或第二季 只要你是滿18歲以上 請你都去1922.gov.tw做疫苑登記 當你做了疫苑登記之後 當你的條件被符合 中央就會發一個簡訊給你 而讓你去做第二個階段叫預約 那疫苗的時候呢 你才有辦法把你在中央庫房的疫苗 拿回到我們花蓮縣政府 拿回到我們花蓮縣衛生局 那衛生局才會把這個疫苗 放在第三個階段你要施打的地點 而最後讓你可以接種到疫苗 所以整體來講 1922它整個流程式先一月登記 之後第二階段叫做預約接種 第三個才是真的接種 要分三階段 你的疫苗在中央庫房 拜託拜託 我們所有的鄉親請到1922去預約 只要符合條件的18歲以上都去預約 你才能把你才從中央庫房的疫苗拿回來 還有在這邊這邊說明 因為我們之前有很多的專案 包括中央在第七內的時候有很多的專案 那或者是說之前有些符合條件的人沒有施打到疫苗的 跟所有鄉親報告 因為我們現在莫德納已經清零 在縣府手上在衛生局裡面已經沒有莫德納疫苗 AZ疫苗也所算無幾 那所以如果說你之前沒有施打到疫苗的 那比如像我們的國高中生 國高中老叫教職員 或是補教業者 或是台鐵的員工同仁等等 這些中央的人如果因為之前因素而沒有施打到疫苗的 如果你現在要施打疫苗 請你要上1922 請你上1922 如果你直接到我們的疫苗院所 是沒有辦法施打的 因為沒有疫苗可以為你施打 所以我們所有的疫苗都在中央庫房 請一定要去把它拿回來 那以上做報告謝謝 親愛的歡迎鄉親 今天防疫技術最重要的訊息 就是要提醒我們鄉親 根據中央疫情指揮中心現在最新的規定 您一定要先 到1922上面去完成意願登記 不管你要做第一劑或第二劑 你要上1922 你的疫苗在中央 你表達你想被接種的時候 有意願登記 中央在第二階段 他才會告訴你 你可以來預約 你自己在選擇 你可以打的時間跟地點 做這一方面的 兩階段的一個預約 意願跟預約 對 那麼剛剛各位從租局長所提供的 我們花蓮縣 我們非常謝謝很多診所 很熱心的在過去這個階段 當我們完成預約登記鄉親的疫苗接種 但是在昨天 那麼中央CDC 有將花蓮縣各個診所 可以來施打的每天的人數 直接調降 所以有些診所一夜之間 他發覺怎麼搞的 我們原來在中央CDC上面登記的 突然間味檢 那造成現在華蓮市跟幾岸鄉 所有的診所 在這樣的疫苗接種的 預約部分都額滿 這部分請 朱局長師傅來跟我們相親 跟我們診所 尤其跟診所 有些診所 今天反應非常的激烈 所以他有這個能力 有這個意願 有這個熱誠 要為相親服務 怎麼搞的 一夜之間是誰 把我的人數 熱減降載 很 deaths 當然 就是 就是我們花蓮縣政府整個醫療院所 他每個禮拜可以施打疫苗的量 將近是兩萬人 是非常大的一個數量 在全國來講 其實我們的量是非常的足夠 而且非常高的 過去這幾輪來講 都是我們的鄉親收到簡訊之後 然後就可以直接去上網預約 我們有兩萬的料人來預備的 讓鄉親能夠依照自己的意願 去你想要去的醫療院所去做接種 但是這次第五輪 發生了一個跟過去是不同的狀態 也就是說中央在一夜之間 沒有經過地方政府的協調溝通 也沒有跟我們的衛生醫療單位做溝通 就直接把所有的醫療院所 他能夠服務的量人呢 也不曉得依照什麼樣的原則 直接對它降低它的降載它的能量 比如說在這邊可以看到 我們的這個有診所 他一天呢可以打一百個人 然後七天下來可以打七百人 只有直接降載才會一百五十人 所以對診所端來講他非常的驚訝 其實最更重要的是 我們的鄉親就可能無法在你附近的診所 接種到疫苗了 我們從這張表可以看到 我們花蓮市 基本上我們的這個預約都額滿了 可是如果剛好 我舉個例子 我剛好就住在周爾比遊客家旁邊 其實我現在我也被通知簡訊 那我其實最方便就在周爾比遊客家 在診所接種 但是呢 這個沒辦法了 我必須跑到別的地方 去做接種 可能去旅小兒科 可能去陳爾比遊客 甚至萬一都被接種預約滿之後 我甚至要到玉里 到秀林才能接種到 所以這樣的一個作為 其實讓我們的鄉親跟診所 在這個在施打疫苗的部分 都有一個非常不方便 而且不好的一個成果 所以事實上呢 非常肯切地期待 未來我們在這個 中央對於我們這個 疫苗施打的這個量能的部分 能夠在第六年的時候 能夠迅速恢復到原本的樣式 讓所有的流程 也能夠依照原來的方式去進行 我想對我們的整所當 對我們的鄉親來講 都是一個最好 最佳的服務 以上報告 謝謝主席長 謝謝主席長 各位鄉親 各位媒體好朋友 今天防疫記者會到這邊結束 祝福所有鄉親身體健康 也祝福大家和福平安 謝謝